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水域不大 但是这个像公园性质吧 水域不大 外边还有大环境 水流也大 但现在主要是水温不高 一水温不高 气温也不高 一早 要是掉炉雕什么的窗口气很好 黑的话先看情况吧 现在太阳还没有出来呢 刚日出 现在其实实际上 这时间不能说特别好吧 感觉气温再上升点 闷闷的更好 现在说还有点小风呢 刮风不好 千万不要刮风 都再让一下炮头 这个炮头 用这种雷枪杆 炮头吧 挺有讲究的 就跟咱们平时的用腕子一小抖 抖吧一抖出去 我不是那种感觉 握把就这么长 平时我这么双手炮头 是这么轻轻一抖 这儿的话就这么炮了 所以咱们的握把长 尤其是咱们的雷棒 主要是为了刺鱼以后 收鱼好发力 所以握把相当的长 这样的情况的炮头 就不能说咱们用手腕轻轻一抖了 先留长一点 为了远头 搁在后边 用左手拉 右手推 这种发力 固定了以后 在后边固定了以后 左手拉 右手去 推 暴力吧 好 等于现在是一天最凉快的时候 过了夜以后 现在是水温越来越涨起 要水温升的话 夜里内过12点12点多 但今天说中午有点小雨 不特别乐观 越闷越热 无风是最好 再来 回来时候 重心点搁在后边 右手推 左手拉 带上劲 这个捷径 这相比 这个可以